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德国总理舒尔茨进行会面 强调中德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欠 市场高度依存 倡导双方的互利合作 开创未来的新机遇 而在另外一方面 中国的经济开局是比较良好的 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长达到了5.3% 创下三个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为全年经济布局奠定良好的开端 那后续发展又面临怎样的新格局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首先我们就一会儿来看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6号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会见了德国总理舒尔茨 习近平表示 中德两国都是以实业立国 都支持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双方要警惕保护主义抬头 要客观辩证的看待产能问题 要坚持互利共赢 彼此成就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会见德国总理舒尔茨时提到 今年是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十年来中德关系稳健发展 各领域合作不断巩固和深化 为两国各自发展提供了动力 习近平还提到 中德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 巩固和发展中德关系的意义 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 对亚欧大陆乃至整个世界都有重要影响 在谈及两国经贸合作时 习近平指出 中德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欠 两国市场高度依存 中德互利合作不是风险 而是双方关系稳定的保障 开创未来的机遇 双方应该发扬互利共赢的鲜明特色 彼此成就 中德两国都是以实业立国 都支持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双方要警惕保护主义抬头 从经济规律出发 客观辩证看待产能问题 多探讨合作 德国总理舒尔茨则在会谈中 分享本次访华的感受 他表示 过去两天和德国企业界代表 参访了重庆 上海等地 亲身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 近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对德中两国企业界的 紧密联好合作印象深刻 舒尔茨还说 德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两国关系 深化各领域双方对话与合作 这对德中两国以及世界都至关重要 德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致力于维护多边国际秩序 不赞同对立对抗 德方反对保护主义 支持自由贸易 愿为促进欧盟同中国关系良好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会见后 习近平同舒尔茨一起散步 并共进午餐 就广泛议题进一步深入交流 这次德国总理舒尔茨的访华 已经是他任内第二次访华行程 我们可以看成是中欧合作的一个缩影 更多解读分析 我们要来和财经评论员 中文辉先生解读分析 注意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德国总理舒尔茨 他的访华的行程 其实透露着比较轻松的细节 比方第一站到了重庆 有散步的 这样一个可能的上海 还有散步的行程 到了北京 同样有散步的行程 这种轻松 您觉得能不能从侧面反映出 接下来中德之间合作的 这种前景的这样一个表现 应该说 这个轻松是在一个非常紧凑的行程当中 实现的 他来中国三天 是一个高级的代表团 里边有他自己组阁的部长 还有很多的企业家 但是三天去了三个城市 就恢复到以前德国总理访华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行程 像当年 默克尔 默克尔访华 他每次来去不同的城市 然后后来到北京 然后在之前 斯洛德也是社民党的总理 当时说 这是他的秘书长 他来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年就直接去上海 坐刚刚建成的磁悬浮列车 因为那是德国技术 然后也有很多相关的活动 所以他这次到重庆 然后到上海和同济大学的学生 进行交流 又到了北京 又和中国领导人 同样在钓鱼台里边来散步 就透露出他心情是比较轻松 但是他的压力是很大的 这些压力他现在看来 已经不是那么的在乎 第一重压力就是美国的压力 美国还是要继续脱国锻炼 还是要围堵中国的 这个给德国的要求 肯定是这样的 第二就是欧盟那边的压力 在冯德莱恩的领导下边 欧盟是出台很多 针对中国的 包括现在正在做的 像电动车的调查 又扩展到光伏 又扩展到 风力发电的涡轮机 再一个就是他第三重的这个车走 就是来自于他内部的交通灯组合 你看那个贝尔伯克 天天搞这搞那的 就是针对中国的 去年在贝尔伯克的领导下边 还搞了一个德国 关于国家安全的评估 就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 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经济部长 是哈贝克 也是绿党那边来的 他就德国绿色转型 但是呢他要把中国的很多绿色的 才能排斥在外 所以呢在这么一些压力下边 他还能够表现的比较轻松 就是他是看到了 就德国下一步的经济转型 无论是他的企业也好 还是他的实际的经济 这个其他部门的转型 都和中国有非常紧密的 合作的空间和合作的潜力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一方面德国的经济 确实面临更多的这个挑战 这也要求德国的企业 需要舒尔斯寻找更多的 这种合作的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 舒尔斯这次来到重庆 他的第一站 其实就去了一个中德合作 关于这个轻能源汽车的 这么合作的一个企业 这也从侧面看出来 中国和德国之后 在清洁能源这一块 或者绿色能源这块 应该是有比较好的 这样一个合作的前景 这是不是可以成为 中德乃至中欧合作的一个缩影 或者说一个开端 也能更好的去从一个正面 去应对所谓美国所说的 这个什么产能过剩的 这样一个话题 产能过剩是美国那边编出来的 说中国因为产能过剩 特别是在新三样 就是电动车 电池 还有光伏产品 要向全世界来清销 说大家现在要做了什么 就是不要买中国的东西 因为他一来就把 这些发达国家内部都搞坏了 但对德国来说 它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德国是以重化工业 说实业立国 是靠这个 比如说它的汽车 还有它的化工产品 它原来依靠的是 廉价而稳定的 俄罗斯的天然气 加上俄罗斯的石油 战争一开打 两年来 它发现了自己 拿不到俄罗斯的天然气了 连那个北溪管道都被炸了 它也不好说 是谁干的 美国那边呢 是说是已经替代了 它的液化天然气 变成全世界出口最大的 但是呢 去年冬天虽然没有出现能源危机 现在算下来 俄罗斯拿到的天然气的价格 比战前高了三分之二 它没有办法再作为化工原料 来进行进一步的投入 所以对德国企业来说 它面临一个重构 重构到底是去美国那边 有原料设厂 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 市场在中国 所以呢 它很多企业 还是继续扩大 对中国的投资 再一个 如果说失去了原来的 廉价能源的基础 下一步面向什么 包括德国 这几家非常重要 在全球顶尖的汽车企业 他们现在就非常积极的选择 和中国来合作 因为他们深跟中国市场多年 也知道中国在这一块的 后发优势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鉴定不移的推进 和中国在绿色能源 在清洁能源 在电动车方面的合作 所以在接下来 中德之间的合作 会有什么样的前景 还是中欧之间的合作 会有什么样的前景 还是需要时间 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中国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我们接下来呢 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 同样是在今天啊 中国一季度的经济成绩单 已经出入了GDP 超预期增长达到了5.3% 国民经济实现了良好的开局 那如何来解读 主要经济指标的表现 下期回来 我们将会和经济专家 一块来探讨分析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给大家一块来关注 中国经济的持续回升向好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5.3% 创下了三个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那国家统计局形容 今年中国经济开局良好 将会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中国今年第一季经济成绩单出炉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今年首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超过29万6千亿元人民币 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5.3% 为三个季度来最高水平 环比则增长1.6% 工业生产领域路得较快增长 三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4.5% 而第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则增长6.1% 分产品看 充电桩 3D打印设备 和电子元件产品产量 在第一季度都录得大约四成的增幅 在服务消费方面 三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3.1% 第一季度同比增幅为4.7% 第一季度商品零售增长4% 餐饮收入则增长10.8% 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良好 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有焦快增长 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2.4% 大中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1.6%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23.3% 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稳中有升 第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0万亿元 同比增长4.5% 比新年全年加快1.5个百分点 今年1到3月份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2082亿元 同比下降9.5% 降幅较1到2月份稍有扩大 住宅投资下降超过10% 此外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3个百分点 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同样为5.2% 同比和环比都下降了0.1个百分点 一季度是经济运行的指标设计 确实表现得还是不错的 一季度在各地区各部门 共同努力下 加大宏观政策的实施力度 而且是政策靠前法力 大家狠抓落实 推动一季度闺密经济 持续回升 开局良好 盛来运还提到 市场经营主体的信心和经济回升的动力 都需要进一步增强 表示将关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而工业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会继续保持 并要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对于这次经济数据的解读和分析 我们来听听新加坡华侯银行 大中华地区主管谢栋明先生的解读分析 谢谢先生你好 李先生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谢谢我们看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3% 不仅增速保持在5%以上 还比去年全年的增速度都有所提高 这是不是可以说给全年经济目标达成 开了一个好头呢 对是的 这当然是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数字 其实它是回答了市场一个非常密切关注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在我们不过度依赖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下 或者说房地产市场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显著的 一个反弹的情况下 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实现今年的这样一个增长目标 那目前从一季度数据来看的话 它其实给了一个答案就是说 是有可能的 因为如果是特别你看一季度的数据来看的话 其实一季度的房地产市场的数据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低迷的 没有一个明显的迹象出现一个显著的反弹 不管从房地产销售也好 从房地产投资也好 那投资的话其实一季度是跌了9.5% 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数字 但是同时虽然房地产数据没有出现显著的反弹 但是我们看到一季度的经济 还是能够实现5%以上的这样一个增幅 那这个背后当然有很多原因 比如说我们看到工业生产活动是非常的好的 同时的话消费里面的话 我们看到服务消费是比较强劲的 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话 一季度同比增长了10%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看到外需本身 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一个提振的作用 当然目前统计局并没有公布一个详细的分类 就是根据基础法的一个分类 但是我们估算可能就是外需对GDP的支持 可能会超过10% 那这个其实是扭转了去年四季度的这样一个 负增长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 我觉得一季度的数据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就是说就算今年可能房地产 没有明显的显著的反弹 那中国经济还是有可能 实现5%左右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目标 那其实我们看您刚刚已经特别提到 就是消费这块的表现其实比较亮眼 我们看今年以来消费的政策还在持续发力 消费也是持续的保持稳重相好 那您觉得后续在消费端的发展状况 我们会如何判断呢 是我觉得消费的话题其实我觉得还是面临一定的不确定因素 那当然我们先来讲一些好的因素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季度的话 民意的那个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其实是不错的 6.2% 那这个其实是超过了民意的GDP增长的 一季度的民意GDP增长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4.2%左右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它是超过了2%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民意的可支配收入如果能够保持一个比较稳健的高速的增长的话 那当然这个对消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知道消费本身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公式 它不完全仅局限于这样一个民意收入的一个增长 同时它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 比如说对未来的一个收入的一个预期以及财富效应 那当然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财富效应本身还是有不确定因素在里面 那当然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话 中国老百姓最大的财富效应 房地产现在已经是熄火了 所以未来的财富效应很大程度是取决于股票市场的一个走势 那最近这段时间的话 我们看到股票其实是有些小幅的反弹的 那这个对财富效应来说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效果 当然股市未来走势如何我们还要进一步观察 如果股市能够进一步保持一个可持续性的这样一个反弹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转化为一个消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持 但是从不好的地方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总体来说市场还是体现出一定的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数据 我们看信贷数据里面有中长期的企业的一个贷款的需求 其实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 而且更加重要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我们会关注ME的一个增幅 我们看到ME本身它其实三月份是放缓的 到了1.1%的这样一个增幅 那这本身体现背后 企业他们在投资上面还是比较谨慎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好坏参半的一个情况 所以未来怎么看的话 可能还是取决于政府那边 特别是来自于需求策的一个支持有多大 那这可能会取决于我们未来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走势 那我们再来说投资 这个资金支持还有政策推动之下 投资成为了经济运行一个最大的亮点 一季度我们看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 这比去年全年加快了1.5个百分点 这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好过的市场预期 您觉得在接下来制造业投资会不会成为新的发力点呢 对我想投资的话 今年其实是蛮值得关注的 当然我们前面讲到ME的一个放缓的情况 那ME放缓它背后其实体现的就是说 企业的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 当然我们看到就是一季度数据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亮点 当然就是我们看到政府其实还是 起到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作用 特别如果我们看一季度的一个信贷数据里面 我们看到政府的存款 它其实是出现显著的下滑 大概是跌了2800以上的这样一个规模 那如果我们跟前两年比的话 那去年的话是增长2000多亿 前年是增长3000多亿 那政府存款的下降其实是好事情 因为政府存款的下降说明政府在花钱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政府的投资可能会一部分弥补 民间投资的这样一个不足的这样一个情况 但从回到制造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总体来看高技术的制造业表现是不错的 包括我们看到整个高技术的高技术的一些产业相关的投资 包括一些跟计算机跟通讯跟那种机器设备相关的产业投资的话 都是超过了两位数的这样一个增幅 那我觉得这个本身跟我们最近讨论比较多的 就是精致生产力本身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想随着精致生产力的进一步的一个深化的话 那这部分会转化成高技术的投资 从而变成支持整个制造业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现在我们看到固定资产投资当中 房地产的这个开发投资增速依然保持在下探的势的话 怎么来看待目前国内房地产供需两侧的这样一个现状 对于年内运行表现您觉得有怎样的预判呢 对我觉得房地产总体来看的话 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挑战吧 那毕竟我们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寻找均衡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那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的房地产的政策 跟很多其他国家还是略有不同的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话 基本上它的房地产政策在特别是在一级市场上 还是出现比较多的干预 那当然以前的干预是为了防止房价过快的一个上升 那现在的干预可能是为了防止房价过快的一个下滑 那这里面当然我们就看到 一级市场跟二级市场 其实出现了一个表现的一个背离吧 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可能在二手房市场上 价格回调的会比较多 但是在一手房市场上 那价格回调可能没有那么多 所以在这种干预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导致一个初清的机制 可能会比原来会慢一些 所以这可能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那如果我们看到很多海外的一些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时候 那因为在市场机制下面房价调整比较快 初清机制比较快的话 它可能能在短期内找到一个均衡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中国还需要一段时间重新找到一个均衡 而且目前我们看到也是包括像一些法拍的供给 也是相对来说是偏高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个人觉得今年可能房地产还是会面临一定的一个挑战 当然好的地方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就算房地产没有出现一个很明显的反弹 总体来看实现5%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增幅的一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而且目前中国的政策的手段还是比较多的 包括一些需求策的政策也是在不断推出 所以这些都是会比较好的因素 来为整个中国经济进行这样一个拖底的这样的情况 先生您刚刚特别提到 就是现在来看政策工具箱当中工具还是比较充足的 您觉得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当中 有关房地产市场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政策落地呢 比方说还有一些相应的货币政策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呢 是的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我相信未来的话这些政策可能还是会陆续出台吧 虽然我们看到一季度经济政策是经济数据是超过了市场的一个预期 但是我个人觉得不能因为这个数据比较好 我们就能够放心松了 那未来其实我想还是很多挑战 那这个挑战不光是来自于内需 也是来自于外需 外需方面其实也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如果把这些挑战放在一起来看的话 我个人倾向还是觉得 不管是货币政策也好 还是财经政策也好 还是房地产调控也好 应该还是可以有进一步放宽的这样的空间 好 今天特别感谢西东明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么在下节回来 我们将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和大家一会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国际机场协会公布了最新的数据 香港国际机场按照总货运量计算 获选为2023年全球最繁忙的货运机场 而年内机场处理的货运量达到了430万吨 这是香港国际机场 自2010年以来第13次 获选为全球最繁忙货运机场 香港机场管理局主席苏泽光表示 对于机场再度成为全球最繁忙货运机场 深感自豪 也显示了机场凭借着超着效率 和世界级的货运服务 在充满挑战的环境当中 仍然保持领先地位 他还指出 航空货运是支持香港物流业增长 以及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机管局将继续竭尽全力 和空运业界通力合作 进一步的提升 香港作为全球货运枢纽的竞争力 目前机场正扩建成为三跑道系统 目标在今年年底完成 预计启用之后 机场每年将可以处理达到 1000万吨的货物 在接下来我们也一块来关注 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 有哪些热搜的话题 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首先来看 凤凰网财经热榜 关注了A股在线3000点的保卫战 三大指数都下跌了超过1% 两市超过4900只的个股出现了下跌 超过500只股票跌停 而中场户指仍然 起稳在了3000点的上方 另外 赵薇再有股权被冻结 还有中国今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 也是备受关注的 我们再来看看 英国金融时报 关注的特点 焦点是 特斯拉将会在全球裁员10%以上 预计人数将会达到14000人 这样一个举措 主要是因为全球电动车市场放缓 还有电动汽车行业残酷的价格战 大大的挤压了特斯拉的生存空间 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 伊隆马斯克则表示 裁员将会让特斯拉更加创新 并渴望进入下一个增长的阶段周期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热门文章 则是聚焦了这次的中东危机 美国是如何帮助以色列 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 13号的晚间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 300多架无人机和飞弹 但是以色列 美国和其他六个国家 已经启动了由雷达 喷气式战斗机 还有军舰等组成的防线 拦截了绝大部分的攻击 不过专家也表示 这个多层空中防御系统仍然脆弱 可能难以应付足够大的无人机群 或者是大规模的导弹袭击 那至于在亚太区内 其他媒体还在关注那些财经热点 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日本媒体关注 日元汇率在周一晚间 快速跌破154对亿美元 这是3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有策略分析师认为 美国通胀水平高过预期 市场预测降息时间再降推后 现在多数对冲基金和机构投机者 都在压注日元贬值 而日经指数也在周二应声下跌 跌幅一度超过900点 来到一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有投资者表示 地缘政治风险冷却了投资者们的热情 不排除日元股市有继续下缩的可能 美国政府宣布将向韩国三星电子 提供64亿美元的半导体补贴 这是美国支付的第三大补贴金额 三星电子最后也表示 将在此基础上追加一倍以上的投资 未来的总投资额将超过400亿美元 这些投资款项将用于支持三星电子 在德州建造高科技半导体园区 以牵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三星的投资体现了 韩美联盟创造的机会 定将确保40年后 美国重返先进半导体制造业的龙头地位 一年一度的泰国泼水节 是泰国的传统新年 每年的4月12号到15号 来自世纪各地的游客聚集在此泼水七福 但每年却有数以百计的人 在活动中丧生 其中醉酒和酒后驾车 是主要原因之一 而今年在泼水节期间 泰国清迈的户城河区域 禁止销售酒精饮料 以此减少街上醉酒的人数 那以上就今天 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给我的陪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